新墨西哥州有足光晚會 悼念在拍電影期間 中槍身亡的攝影師哈欽絲 他被影星艾力補雲意外開火擊中之後 片場人員報警求助的錄音曝光 錄音顯示現場的情況混亂 有不同的人分別報警和叫救護車 報警的長記不清楚傷者情況 通話期間質疑助理導演沒有檢查好道具槍 助理導演哈爾斯成為警方重點調查人物之一 他是當時宣稱道具槍安全之後 再交給艾力保雲的人 另一個主要調查對象 是24歲的女軍駭師古鐵雷斯 涉案的槍是由他負責準備 有報道引述片場人員質疑他經驗錢和操心 洛杉磯時報引述電影團隊的消息報道 片場早已發生過兩次道具槍誤捨的意外 案發之前5天 艾力保雲的替身演員意外感開了兩槍 有涉制人員不滿槍械安全措施不足 加上低成本製片的工作條件欠佳 防疫工作鬆懈 致命意外發生之前大約6個小時 幾個攝影隊員辭職離場 據報隨即由非工會從業員接替繼續拍攝 包括艾力保雲在內的製片人事後發聲明說 沒有收過有關槍械安全的正式投訴 會內部檢視片場安排 至於中槍受傷的導演蘇澤出現之後開刊 說對女攝影師的離世感到心碎 感謝外界關心 由善電視記者 陸子情報道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